哈喽大家好呀 今天在拼贴之前 先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开箱 它们来自于夜宵首帐社 现在是它的拼贴卡的部分 新级的宝宝呢 可以直接跳到1分33秒去看拼贴 不新级的宝宝呢 就跟我一起来贴图件 然后看看这里面都有什么好东东 雅克力的小夹子做工特别的细致 而且那个膜非常的好撕开 下面就是我们非常非常解压的贴图件过程啦 哎呀第一眼看到这个小人的时候 我就觉得哦我今天要贴他啊 所以今天的八张拼贴 全都是围绕着刚才那个睡衣派对来展开的 另外搭配它的这些胶带呢 也是出现在离形纸本上的 今天新贴的这些图件 我感觉夜宵首帐社的这个社团呢 它里面的胶带还都是风格很多样化的 就是有这种很仙气的啊 然后也有这种像水彩风的感觉 然后文字呀也有 还有卡通风呀也都做得非常的好 现在就放慢速度给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是两种材质的一个对比 那么喜欢颜色深一点 对比度高一点的呢 可以选择PET尺寸的 除了嫁妆那款核脂材质的颜色略微浅一点点 其他的都跟PET的差不多吧 但是PET稍微能深一点 看大家的选择啦 现在呢就来贴我们的卡卡 今天先从一月份开启 就是用到了他们家的小胶带 感觉非常的好看呀 好像好久都没有给大家发这种 拼贴类的视频了对吧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过瘾呀 我觉得这几款胶带虽然说乍一看 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这个春日派对呀 它是那种比较卡通风的 然后呢夜宴又是那种 就是淡淡的那种风格 但是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发现还真的是挺好看的嘞 所以今天的八张拼贴 几乎很少很少用到了 其他的胶带 基本上都是同一家社团 就都搞定了 感觉比较方便吧 开始第二张拼贴了 先来贴一个这个像大盘子一样的咚咚 然后呢就给它随意的 随便给它贴盘子 贴呀贴呀贴呀贴 这种贴圆圈贴盘子的手法 在手帐的拼贴和排版当中 还是蛮常会用到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吧 就是摆饰不爽 怎么样感觉都很好贴的样子 然后在空白的地方放上这个山荷花 我感觉这个山荷花配这个淡淡的蓝色 真的好好看呀 很喜欢 好啦在这里呢 就不跟大家继续唠嗑了 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歌 然后一起享受今天的手帐拼贴吧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不要忘记留下你的小爱心哟 music.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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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